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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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要開箱的這款遊戲叫做 《霓虹深淵無限》 它是從Steam上面移植過來的手機遊戲 增加了多人連線的功能 可以與隊友一起共同奮戰 雖然我目前體驗的是 還在封測階段的版本 讓我不得不稱它為2023年最有心的彈幕射擊手遊 接下來我會用幾分鐘的時間 快速介紹這款本年度難得一推的遊戲 那麼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先來個國際YT禮 幫我點贊 訂閱加分享 謝謝 嗯? 有人還沒點贊喔 我在等你 首先在你通過新手關卡後 你會進入這個遊戲大廳 這裡其實就是你開的店啦 裡面所有NPC都可以自由對話 我重點介紹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這個購物中心啊 這裡就是玩家消費的地方 也就是所謂的商城 裡面有一些定期刷新的免費商品 要記得購買喔 接下來是每日帳單 每隔一段時間客人消費過後 就可以來領取收益 因為它比較不明顯 所以特別提醒一下大家 好這個是扭蛋機 它就是本遊戲的扭蛋系統 可以抽出各種裝備紀念品 還有機會抽到稀有的卡牌喔 但是因為我目前還不知道卡牌能力 所以就先抽起來放啦 再來是這隻小貓貓 容易忽略到的小貓貓 他是十分重要的紀念品NPC 往後會經常用到它 再來是這個神秘商人 每天會刷新裡面的商品 可以用低價的價格 買到比較高價的稀有物品 記得要每天來光顧它喔 最後是這位酒吧版娘 天賦科技術的NPC 也是蠻常會用到的 因為有些人會不想在關卡中 開啟某些特定的元素 所以時不時會來這裡開開關關的 大家可以在遊戲中自行體會啦 當然以上地方 你也可以使用地圖的快速移動 直接抵達 如果有禮物盒獲得點點圖示 代表有獎勵可以領 簡單而又方便 選擇人物可以到大廳 點選這個全肇事安全帽圖案 就可以進到角色選單 每個人物都可以進行升級 升級使用的是遊戲幣 最高等級目前為6等 升級會獲得基礎屬性的強化 還會提升天賦能力的效果 人物升級旁邊的匯碼會逐漸上冊 是個十分另類的設計 關於樓層房間 主要會用到的就是地下室 實驗室還有圖書館 地下室是存放紀念品 武器還有寵物的區域 你可以在這裡自由穿搭 各類裝備紀念品 然後到右邊的NPC 進行DPS傷害測試 可以注意到你這愛的裝備組合 你還可以將好看的外觀保留下來 當成Skin切換 不過就只有外觀改變 而沒有特殊能力啦 實驗室則是怪物圖鑑區 它會進入你曾狩獵過的怪物 還有擊殺數量 圖書館則是卡片跟成就展示區 你可以看到自己目前的 遊戲探索進度跟未完成的成就 達成成就的時候 還可以領取對應的獎勵 這是給那些想獲得白金獎杯 還有探索度100%的遊戲達人一大挑戰啊 這款遊戲的自由度很高 可以客製化自己喜愛的風格 從主題音樂、牆壁背景、霸台、玄關、擺設 都可以在之後自行變換 它的音樂也都很好聽 玩遊戲之餘還可以聽歌真的是很享受啊 接下來我們要提到的就是天賦系統啦 升級天賦需要使用到信仰水晶 這個道具的取得方式可以透過關卡 特殊任務、禮包等方式取得 前期天賦點相當匱乏 所以格外珍貴 天賦開啟可以改變你的關卡元素 讓關卡內容變得更多元 像是會有拉霸機啊 小丑驚喜箱、隱藏房間等等 會讓遊戲整個變得更多元更好玩喔 有些天賦如果點了之後發覺不喜歡 可以長按讓它關閉功能 關閉天賦不會遺失該天賦 也不會退還信仰水晶 就是可以隨個人喜好增添關卡元素 讓遊戲體驗變得更豐富 再來提到紀念品系統 它的作用類似人物的裝備 而且同時帶有附加能力 一共有六個部位 可以依照每個人的喜好玩法 自由搭配特性能力 它本身也有套裝系統可供選擇 紀念品本身還可以在關卡中持續疊加 使性能更加強大 再來它的升級就是科硬和鍍層啦 科硬類似一般強化 可以提升它的基礎素質 使用強化耗材就可以進行升級 而鍍層則是類似升階 會提升它的被動特性 需要使用的是相同紀念品的晶片才能升級 所以鍍層會比科硬來得更加困難 紀念品的取得方式有通關獎勵 活動取得以及扭蛋機取得等等 再來講的就是我的實戰遊戲心得 第一個操作設置 所有的遊戲進場第一動 就是到系統設定裡面了解所有的功能 這邊我直接跟大家說我的設定 親夥伴們可以直接參照即可 接著我要介紹一下推薦的角色 新手開局我一日建立使用韋德 因為他的天生技能開局金幣加古薩 對於前期沒有這麼多紀念品加成的人 無一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助力 你不要小看這個50元喔 前期一定會經常碰到走到關卡商店 沒有錢買物品的窘境 想換武器想買物資都沒錢 十分悲慘 隨著人物的升級 開局金幣還會變成100 更加是如虎天翼 那麼網路上的前輩都會推薦使用沙葉 或者是未來才會開放的R9 但目前這些角色開局你都不會有 但是我個人是私心推薦 可以買一隻沙葉加快遊戲進度啦 因為他的攻擊力極高 又可以遠近武器切換 還穿著水走服 簡直是太美好啦 最後就是紀念品搭配 因為他的遊戲紀念品非常多 有上百種 基本是隨個人喜好搭配 但是有些特性能力可以相互搭配的 例如像是紀念品天馬的祝福 可以讓人在空中自由飛翔 他如果搭配了皇家空軍勳昌 他有能力是滯空狀態攻擊提高的話 那就可以全程常駐攻擊傷害提升啦 霓虹深淵無限 玩起來很像在看電影 遊戲中有一堆彩蛋細節 猛然發現真的會笑出來 像是有一隻BOSS 名字叫做麥姬 封號叫素食之王 這根本是在說賣到了跟肯德基的 還有一些裝備跟紀念品的名字 還有他的說明 也是讓我時不時噴飯一下 至於遊戲操作跟內容來說 可以玩的元素非常多 玩個三星三頁應該也玩不玩吧 遊戲內容簡單也沒有過多的消費元素 所以我把它評定為 2023年最有心最瘋狂的彈幕設計手遊 應該是一點也不過分吧 這個遊戲我丁丁真心推薦 大家可以去自行體驗看看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心得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點個讚並且分享喔 那我們就遊戲裡面再見啦 See you 嗯? 有人還沒點讚喔 我在等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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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才不知道 說我要我會進去 再為全部分享 我先做過